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是中国外交部 两号中心 从那位制作同事车 我们带到中国大使馆 来救大家 回家 目前的安全形势 给我们撤销工作 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 现在要遇到危险 第一条 先把两部队落 汉军背上了速度 给我们预处的快得到 别大嘴 轻人一边认了 车里均落在边境的中国同胞 打通路托 边境动荡 没有救援 没有物资 没有通讯 什么都没有 我们怎么办 你说的只是一种 可能 而且是最差的那种 我们 不认为三十 你会以为禁吗 我没认识 在打扎 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